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可以一试 试一试 成了 这可能是你的幸运 如果试了一下没成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失 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现在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无论你的起点有多么的低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 就不要轻易地跟自己说算了 因为你只要尝试去努力一下 有可能就有希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无论什么事情 就像考研 或者就像上龙老师去写书 这样的创作 它不是因为你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 而是因为你玩命努力之后 才能够真正地去看到希望 有一句话叫人生如戏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之中也有一些自己特定的人设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小的主题 一个是人设的建立 一个是人设的崩塌 人设的击碎 本书的作者 名字叫李尚龙 我2001年才认识李尚龙老师 那个时候呢 上龙老师是一个刚刚获得了英语演讲比赛的一个高手 后来他成了新东方的老师 成了我的同事 所以这是我初步认识他的时候的一个身份 英语很好 而且还是一个老师 2012年 他要求我去拍摄了一部电影 叫小电影 叫崩溃青春 然后又要求我去拍摄了另外一个不能告诉大家名字的电影 那个时候呢 龙哥已经是一个导演 然后2013年到2018年 他连续出版了五本书 所以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这个 对吧 很快影视编剧 还有文学创作和教育圈的这个斜杠青年 准确来讲应该叫斜杠中年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 2013年到2018年这五年期间 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师这样的一种身份 从2015年考成的创立 然后到一直到今天 我们一起在为改变中国的教育 做了一点点自己的这种努力 如果说李尚龙这样的人 他的人设的瑞变是不多见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之中 也请各位去努力的突破自己 已经给自己设定好的人设 大家知道考研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019年考研全国的学生的人数数量达到了300多万 比2018年直接增长了50万 这就意味着考生考研的时候 这种厮杀就会变得特别的强烈 到目前为止 调剂想要录取成为一个研究生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一位同学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之中 然后调剂进了北京师范大学 这个同学他第一志愿报考了一个南开大学 然后他的本科叫太原师范大学 很多同学可能不太了解这所学校 然后我跟这个学生交流的时候 为了不相及他的这种尊严 然后我跟他讲过说太原师范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他说还行 我说北京师范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他说这个学校应该更好一些 按照道理来讲 北京师范大学想要考都考不进去 但是想要调剂进去难度应该更大 然后这位同学说 他其实去申请了北师大的调剂 结果呢 导师看到他是太原师范大学的学生 直接一封邮件回复他 说不接受你的条件 这个学生当时就在这个导师的办公室的楼下 他想了一下 要不我就上去看一眼吧 要不我就上去看一眼导师吧 然后呢 他就上去看了一眼 他拿着自己的这个成绩单 然后敲开了导师的门 然后导师看了看他的成绩单 觉得这个学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最后跟他说 那你要不来参加一下调剂的复试吧 然后他就有机会 去直接参加了这个调剂的复试 然后最终录取到了这个北京师范大学 他自己总结的一句话就是 第一个 我不能因为我是太原师范学院的学生 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行 然后 厚着脸皮去敲开了导师的门 然后他自己还总结 有很多人其实就输在了 经常对自己人设的设定上 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 于是就主动告诉自己 酸了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其实很多事情 如果你觉得可以一试 试一试 成了 这可能是你的幸运 如果试了一下没成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失 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现在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无论你的起点有多么的低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 就不要轻易地跟自己说算了 因为你只要尝试去努力一下 有可能就有希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无论什么事情 就像考研 或者就像上龙老师去写书 这样的创作 它不是因为你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 而是因为你玩命努力之后 才能够真正地去看到希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